我們今次講到啟示錄第十八章 除了金堂之外,還有兩堂完成啟示錄的研讀 大家可以看的,YouTube、Facebook 這兩章主要是講到大巴比倫 以及這十個王與基督爭戰 我在問題上問了很多 到底這個大巴比倫是甚麼呢? 我們在經文中會逐步看得到 我們一起讀啟示錄十七章一節 《拿著七腕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 《你道者裡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第三節 《我看見一個女人騎在珠紅色的壽上,那壽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蝕獨的名號》 第五節 《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無》 我們看完一章,先看下面 這裏就說到剛才說完那七碗 其實那七碗的災難是非常之強烈的 而我們看到第六、第七碗,其實都是世界末日 亦是與羔羊爭戰的,在哈米吉多頓的大戰 亦是說到神的憤怒和懲罰的時候 所以耶穌已經回來了 我們之前有看到,羔羊坐在雲上 因為人子坐在雲上,將快簾刀放在地上 這亦是審判的 之前第六印已經說,神的憤怒的弟到了 然後第七號也說到審判死人的時候到了 其實啟示錄並不是順暢時間次序的 它是用不同的角度說末日的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地方 之前已經說過 我們之前有說過他們站在玻璃海上 我們上一次有說過 所有得性、聖過獸的人 他們站在玻璃海上 跟神在一起 即是已經是末日的 已經高揚用他的快簾刀審判 現在又說回地上的事 那為什麼又會重重覆覆呢 因為它是好像 有人看完一個異象又看另一個異象 就不是代表一定是一二三四五的 而是不同的角度 好了,說到這七個碗 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對我說 你到這裏看看 我將坐在種水之上的大淫婦 後面有說到的 這個種水是什麼 你記得嗎 就是多民、多國、多方 所有的人 即是說它的影響力有多大 全世界所有國家 全部都影響的 我們從這些跡象去思想 到底是指什麼地方 即是說它會影響全世界 這個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我們看到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就是這個大淫婦 站在這個珠紅色的獸上 在之前我們已經看過 有海中出來的獸和地中出來的獸 海中出來的獸又是七頭十角的 地中出來的獸是兩個角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海中出來的獸呢 但這裏不同了 就加多了這個珠紅色的獸 到底是一樣還是不一樣呢 我們不太知道 不過它形容的東西都是很類似 它是七頭十角 片體有洩獨的名號 在額上寫著 它是誰呢 很明顯是說到那個女人 就不是說到那個獸 在他的額上就寫著 奧被災大巴比倫 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這個後面也有說到 這是一個承 是控制、核制全世界的承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指一個女人 而是指一個承 或者代表一個承的管轄 即他的管轄權 而淫婦的意思 這次不是指到這個承和行淫 而是指到他們引導人不去跟從神 不去信靠神 而是離開神的 聖經說到 我們跟從神就是 我們就像精結的同類 但如果我們犯罪 去跟其他宗教 就變成淫婦了 以及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即所有不好的都是在那裡出來的 第六節我們一起讀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 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 我看見他就大大的稀奇 第八節 你所看見的獸 先前有如今沒有 將要從墓底坑裡上來 又要歸於沉淪 凡住在地上 明治從創世以來 沒有記在生命策上的 見先前有如今沒有 以後再有的獸 就必欺奇 這裡說到 有欺奇 即是凡是創世以來 沒有在生命策上的 見到欺奇 會拜祂 即是很類似 所說的海中出來的獸 所以很大可能 都是同一個獸 這個獸 因為它說到 有七頭十角 又說到是王 所以這個獸 可以是一個敵基督的系統 這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 和為耶穌作見證的人的血 即是她殺了很多聖徒 和為耶穌作見證的人 飲血就是一個比喻 即是她殺了那些人 滿足於殺他們 而她殺了他們的血 而約翰就很欺奇 那麼欺奇是甚麼呢 欺奇一定不是贊上欺奇 而是欺奇的那種做法 做到甚麼程度 好了 他看見這個獸 現在說的是獸 先前有如今沒有 將來要從無底坑上來 這就說到無底坑上來 其實很多經文 沒有人知道這個獸 沒有人知道是怎樣 不過我們看到跡象 它應該是一個系統 包括很多王 如何先前有 現在沒有呢 有些人說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之前有 因為說到七十個七的時候 是說到羅馬的 還有這個彈禦書的人像 最後那個是羅馬帝國 那是否是羅馬呢 我們不知道 即是很多我們可以 是Leave it open 也就是我們心裡有一種觀念 不過它先前有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這個勢力 將要從無底坑上來 到底是怎樣 我們將來會發現 將來會歸於沉淪 凡是住在地上 明治在創世以來 都沒有記在生命冊上 即是我們記在生命冊上 一早已經記在生命冊上 全部是神已經揀選 那麼問題就是 我做什麼都得救 但是問題就是 到底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 是否聖經的教導 那為什麼 聖經有說這句話 耶穌說過 沒有人能夠從他手中 將他的羊奪去 很多人用這個經文來支持 就是說 沒有人能夠從他手中奪去 這些就是神的選民 神所揀選得救的人 問題就是 是否一次得救就永遠得救 聖經有說到 神揀選的人 是不會失去救恩 不過問題是否 他一信耶穌 就已經在生命冊上 因為聖經有多處經文 說到人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譬如說 在末後的日子 被人離棄真道 容許仇苦把自己刺透 也說到 如果有人故意犯罪 贖罪的罪就再沒有了 也說到 虧毒聖靈不得赦免 耶穌也說到 有很多人離棄真道 在 《貼上來》後書第二章 是說到 離道反教的事 也說到離開真道 所以聖經有不同的經文 說到人離開神的 耶穌說的很簡單的比喻 殺種的比喻 也說到淺土上 是馬上領受 馬上生長 怎麽知道後來 有災難 馬上死了 所以聖經有說到 可以失去救恩 那為什麽 魔鬼不能夠 從耶穌的身上 拿走這些羊 其實這些羊 就不一定代表 他曾經一次得救 他一直得救到底 這些人就是真的得救的人 但有些人是曾經得救 但又失去救恩 在經文 因為聖經實在很多 如果你想知道 我可以給你一個文件 是列出不同的經文 是說到人可以失去救恩 而 而 John Calvin 約翰嘉義文 就是他推行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 他的理論是什麽呢 就是他有一個 TULIP 我都要講一講 神學上的觀念 TULIP TULIP 屈金香 TU T Total Depravity 所有人都在極大的罪中 沒有人能夠得救 這是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 他們用的方法 寄的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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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圣经是为所有人的 I, Irresistible Grace 圣灵感动的人叫他信主 他说到有两种感动 一种是可以拒绝,一种是不可以拒绝 如果神真的要救你,没有人能拒绝 这一点是从圣经是不认同的 因为圣经有说到 圣经一向拒绝圣灵 说到以色列人,他们一向拒绝圣灵 所以他们的意思是 他的理论从哪里来呢? 神是至高的 所以在John Calvin的神学 最重点是什么呢?神的至高 而我所接受的神学就是路德的神学 路德会的神学 他们说到因恋和律法的平衡 至高是什么呢?神的恩典和爱 不是神的至高 John Calvin就是什么呢? 神是至高的,但神的中心是哪一样? 他怎么说呢? 神是至高的,所以神要救谁 他就一定会救那个人,不能拒绝 这是凭他的观念 他就否定了很多经文说他们可以沉沦 离开救恩 他就凭他的观念说 神既然是全能,神真的是原能 但问题是全能在哪方面? 我们就会说,他在世上的事上是全能 一会儿会说到的,就算那十个王 都是神要他们去将他们的权力交给受的 是神掌管的 即是神在世事上,譬如说 这个国道到这个时候,神定了的时间 是神定的,不是人定的 是神掌管一切 但问题是在救恩上,神是不用他这个绝对的权能 因为人是可以拒绝福音 他是圣灵的感动,人可以拒绝福音 圣经是多次说到,人可以拒绝福音 先说到TULIP P是Preservation of Saints 就是圣徒永远得救 TULIP T,Total Depravity 人是完全沉沦,不可以救自己 U,Undeserved Grace 我们不配救恩 L,Limited Atonement 这个救恩只是给某些人 有一首歌,当时我们听 他真的有这个神学 他说,有些人你不相信 I guess Jesus did not die for you 一首歌这样说 我猜耶稣没有为你死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因为他这个神学 I,Iresistible Grace 神要救你,你不能拒绝 是不是这样的呢? P,Preservation of Saints 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你得救之后 永远不可以离开救恩 我们一样认同 神是有简损 神是有死在身面擦上 不过 有些人曾经信过 他们是没有被简损的 有人说 我没有被简损 我怎么做都没用呢? 只要有人说 耶稣你救我 我真的想你救我 我真的想去天堂 那人已经是神简损了 没有一个人说 我想得救 但是神说 我没有拒绝,你不能得救 不会这样的 总之他想得救 他一定是被简损的 他一直说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神 我拔着耶稣 那他就是被简损的 所以 所以 那两个东西是很连在一起的 有一个牧师 形容得非常好 他说 你看到救恩的门 那门上一篇写了什么 你凡信耶稣的就得救 他就进去了 他在另一篇中 看过那门 那门写了什么 神已经简损了你 你信耶稣就得救 但是 你看到原来神 一早已经简损了我们 而有些人 他只是转站的信 他们是可以失去救恩 那求主也保守我们 罪是可以叫人失去救恩 有些人 他从头真的很想信 不过后来因为罪的缘故而软弱 好了 那为什么我们说到这里呢 因为这里说到 因为明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即是有些人是 明字一早已经写在生命册上 你的心真是神 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我永远都想拔着你 我永远都信靠你 我不想在罪中被魔鬼奪去我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你坚持到底的 你是一定可以得救到底的 但是有些人 他只是真的有些人这样教的 总之信耶稣就得救了 我去宣教曾经有教会跟我说 他说你不要说 人犯罪可以离开神 不过他很有趣 他说你可以鼓励人爱主 你可以鼓励人侍奉主 不过你总之不要说一点 有一点就是信耶稣的人 如果他没有行为 他的信心是死的 他可以是不得救的 还有人犯罪可以失去救恩 他说你不要说这些 就是他们觉得 总之他信 他如何行为也好 他都得救的 这个教导我觉得是异端 因为他令人觉得 我做什么都可以 总之我又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或者他不是真心 他只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有些黑手党的人 他们走去告解 他们杀了人 就告解了 他们觉得我仍然得救 圣经所说 真心悔改 是离开罪 以靠耶稣 一直跟从耶稣的人才是得救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是永远靠神的救恩 信靠耶稣得救 但是信靠耶稣的人 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 那你怎么悔改 靠耶稣赦免我 也知道罪的可怕性 罪被魔鬼留地步 我就不犯罪了 而当你犯罪 你又不要忧仇以主死 死了死了怎么办 你就说 耶稣赦免我 神就很欢喜 我就很简单地接受耶稣的赦罪 这要说到 原来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生命策上的 就是有人是记在生命策上的 而那些没有的人 他见到这个兽 就会很稀奇 第九节一起读一下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谈到了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 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归于沉沦 他说到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七座山 这个山应该不是指太平山 就是山仔 应该指很大的山 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可能是七个国家 七个领域 也有七个王管理的 所以这个女人是管理这七个王 然后那些王又很特别 五位已经谈到 一位仍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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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仍然没有来到 就是说到已经谈到了 一位仍然在 一位仍然没有来到 总共七位 但后来仍然有第八位 到底是怎样呢 我们真的要到时才知道 到底应验上是怎样 有时有些人会说 猜是哪个王 哪个王 但我觉得也不会很准确 不过我们知道 这些王有些已经成为过去 有些是现在在 有些还没有来到 但因为他说到七座山 所以应该指不是指一个国家 是指不同的地区 他来的时候会暂时存留 因为他将来会被毁灭 即是在地狱里面的意思 不是真的消失 而是在地狱里面 还有一个先前有 如今没有的兽 即是有一个之前有 但现在没有 就是第八位 即是罗马帝国 以前有 现在没有 将来又出现 这是第八位 即是我们留意 有七个 有五个 以前有 一个 现在还在 一个还未来 还有一个 是先前有 现在没有 我们的心只要记住 这些 他亦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归于沉淪 那怎样同列呢? 有些已经过去了 怎样同列呢? 总之他们依然有权势 我就把世界地图放在那裡 即是有人能够掌管这么多地方 有什么势力会这样呢? 我们就去思考 总之他有这个势力 他会掌管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 应该掌管不是很小的 島嶼国家 应该是很大的地方 然后十个国 我一起读读 你所看见的那十国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德国 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受同德权并 与王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 权并吸那仇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损 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这里说的十国也是十王 这里很明显说到很大的区域 有十个王 这个女人大巴比伦 大巴比伦 说的是管轄众王的一个城 所以是一个城市管轄这么多地方 这些王也是他管轄的 他们还没有德国 即是没有国家 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受同德权并 一时之间忽然间 十个国家同时转了他的领袖 这是一个很大的政变 我们从贴撒尼加后书第二章 我们知道什么呢 就是这个基督出现的时候 他是自称为神 并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 他用各种假神的歧视 引导人以为他是神 所以可以因为这个原因 亦因为魔鬼的很大势力 当时这十个人同时奪权 即是他有这个魔鬼的能力 亦有很多人跟从他 很多人跟从他 一时之间就奪权了 现在的国家有时奪权也很难 因为他们的坦克和炮很厉害 不过有一个方法很简单 在他的总统府 或者在他的行政机构里面有人变 立刻把总统杀死 把领袖杀死的时候 他可以转一声正面 不用打大场仗 到底怎么发生呢 我们不知道 其实现在的武器是很厉害的 这个世界是变得很快 如果大家上网看 有时都可以认识一下 这个世界发生的事 其中一个就是 自然的智能智能 AI 这个进步很快 AI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用电脑的方法 不同的形式 他可以自己学习 有一个世界冠军的围棋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说我用电脑 跟你挑战你 那个电脑 他教了他下棋 他看过很多场棋 之后 他学到 他懂得学 然后 他最后赢了他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到他 他赢了的时候 那个冠军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围棋可以这样玩的 我看到那部棋 不过 我没有详细看他 因为一下子出现 那部棋是什么呢 围棋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你放一粒 人家放一粒 看谁能围堵对方 你本来在这里 他在另一个地方 空荡的 忽然放了一粒棋 他这粒棋赢了 他为什么会赢了呢 我没有详细看 他没有把那些步骤显示出来 但是可能 他的位置一放在那里 你怎样围化 他都会围到你的 这样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为什么会有这一步 而做这个程式的人 都不懂得这一步 是电脑自己学习的 这个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这个就是其中一 他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你人没有想象 比如人面变色 现在已经是很厉害的 所以现在不仅是 有些国家正在用 他因为他推行 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正在用 并且有些国家是什么 他将这个镜头 人面变色 就是说 他直接知道你是谁 也有些人面变色的眼镜 他们有这些仪器 他一看 他会看到你每一个人的资料 如果那些资料 如果那些资料 已经进入到政府的资料库的时候 他发现有地方 那些人会这样说 有些国家就说 我们做这些 为了保安 有人犯犯 我们立即捉到他 但有些人说 他明明对着镜头犯罪 都没有人捉到他 但是他把镜头弄在哪里 他把镜头弄在哪里 那些和政府作对的 他就把镜头弄在家里 那些人有做什么 说什么 会立即知道他们做什么 去抓他们之类 其实很多时候 是为了政治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 政治的改变 是想变得很快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这些飞的 研究温 opinion 为了什么 或主持人 なん theá 很少小 ein 很少小 horse 他对手 derm Electric 可以把他人杀 辨 Java 他会变熄到他人 他会知道是谁 他将捉他 他现在要捉 cue 他就会会能 bete さら сて 他把这些屋 把这些小只飞机走进去 座 他的箱毛 也 compl撞了 把槍放進去 他走進去後 他就會認識哪個人 他就會把他殺死 這些武器在這個時代 已經不需要以前的武器 我也看過一部影片 有一個人拿著一輛大貨車 大貨車說是超級市場的大貨車 誰不知他去到一個地方 一打開 裡面能夠放出很多不同的無人機 放出來之後 那些無人機飛到空中 就能夠有飛彈射出來 把一個軍事基地 一下子全部摧毀了 這個世界的仗和以前是很不同的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政變 我們聽到這些事 我希望大家不是害怕 有耶穌就好 因為後面有說到 是神掌管一切的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 沒有我們想要的安全 有些人就很想有安全 其實最重要不是安全 最重要是什麼呢 是走神的路 你走神的路 神就會保守你的平安 你用世界的安全 什麼國家都可以有政變 那麼這十個王一時之間 突然間要與獸同德權兵 與王一樣 即是他們奪權 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兵給那獸 他們同心合意 即是一切 願意將他們的權力和權兵給這個獸系統 他們與高陽爭戰 高陽爭戰很明顯就是末日 高陽必勝過他們 那就更加是末日 因為末日其中的跡象就是 耶穌勝過的人 所以這是末日 因為高陽是萬主之主 萬王之王 他是一切的王 一切的主 他是超越一切的 同著高陽的就是蒙照被損 有忠心的也必得勝 這些明顯就是跟從主的基督徒 蒙照的 被挑選的 有忠心的也必得勝 那怎樣得勝呢 因為聖經有講到 這個獸有權命可以殺神的兒女 那是怎樣的得勝呢 得勝有幾種 一種就是 他自死也忠心 他自死也信靠耶穌 自死也有這個屬靈的生命 有喜樂、有平安 而且自死也能夠為主作見證 他也是得勝的 另外一種得勝 就是有些人真的活到最後 他真的是 是神使用他 神同時耶穌降臨 神也使用這些人 勝過魔鬼的權勢 但總之無論如何 神是得勝 我們就不需要害怕 人什麼時候會害怕呢 我們捉住自己的命就很害怕 捉住自己的命 捉住自己的錢 有一天什麼都沒用 為什麼呢 錢都買不到食物 一定要受這個受印記 那時候你受受印記 有食物一定是你不受受印記 我希望大家要個個個都堅決決定 不受受印記 就算被折磨 就算怎樣被折磨 但是神有可以叫方法 因為聖經說 我所做的事你都可以做 耶穌說 神可以叫你 忽然間和你開了監獄門 你走出去也可以 神可以用任何方法去拯救我們 神可以叫你能夠移山 可以走在水面上 神如果要做任何事去救我們 祂有方法 但是的確聖經說到 末後日子有很多基督徒被殺 但是我們堅決相信耶穌 並且為耶穌作見證 神就最想保守你 因為你會有影響力 當你真心愛主 你是真正德性的人 所以這個德性到底是說到 祂的生命到底是中心 因為說到祂真的不死 祂真的打贏獸 祂真的跟耶穌一起打贏獸 我們兩樣都可以是 不過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我的信息影響你們 我們最重要是知道 耶穌是德性的 耶穌是作王的 我們聽完耶穌說 沒有什麼需要害怕 最重要是不要經常掛念這條命 因為要保守自己的生命 必失喪生命 但凡為我失喪生命 就必得著生命 我們越肯聽神的話 我們就越得到神的祝福 神的保守 你越豐盛 就算被迫白 這些頭打完 這些頭又衝起 神又可以叫你 又不痛 你又見到異象 耶穌說我陪著你 不用怕 你還有什麼日子 我會跟你一起 到底 那時候你就算一直被迫白 但你不怕 他一直打你 或者用什麼方法折磨你 你一直看著耶穌 耶穌告訴你 怎麼做 這樣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不用怕 我希望大家深信 最後的大災難 亦可以是最後的大復興 那時候基督徒完全復興 因為在現在 你還可以依靠你的銀行的戶口 你可以依靠你的工作 你可以依靠你的錢 到時候是完全無法依靠 只有一種可以依靠 就是依靠神 好了 第十五節 繼續 天使又對我說 你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 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 你所看見的那十國與壽 原文就是 你所看見在壽上的十國 必恨者淫婦 使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將他燒盡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國給那壽 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 首先說到德聖 上一節 就有說到德聖 十四節那節才說 蒙召被損 有忠心的有必得聖 從這裏 亦有說到 是神掌管的 一切的事都是應驗神的說話 我們先看上面 淫婦所坐的眾水 就是多民、多民、多人、多國、多方 即是說 淫婦大巴比倫 就是掌管全世界的 所有的人民都被他管理 你所看見的十國與壽 就好像十國與壽 但原文就是 你看見壽上的十國 這十個王 會恨這個淫婦 那麽關係是什麽呢 首先我們說到 淫婦坐在壽上 這個壽有十國七頭 即是說它是不同的國家 即是說這個淫婦 後來又說到管轄縱皇的城 即是說 這個城有管轄的權 這些國家全部都聽過話 而這些國家亦都將他的權力給壽 這些國家和壽 忽然間反面對這個城 是很憎恨 這就是會發生的事 即是說 這個婦人不是壽 婦人就是這個世上的管轄的 即是有權勢的城 亦都可以是有權勢的國家 它管轄很多國家 而這些國家全部都是根壽的 忽然間壽就反面了 那些國家反面 跟這個城對抗 就恨它 大家拿不到意思嗎 這個城 就是代表一個 一會兒我們會再看下去 這個城對有什麼形容它 這個城對現在為止 就是它會管轄這麼多所有國家 它裏面有很多可憎之物 後面還有再形容的 忽然間那些國家就恨它 就使它冷落 赤身 又吃它的肉 那怎麼有肉 意思是一個比喻 即是吃它所有有的東西 它裏面有的東西 可能搶掠之類 用火將它燒盡 即是這個很大的城 古得全世界的 忽然間被火燒了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國級拿受 這裡很明顯就告訴大家 誰說事 誰說事 是神說事 是神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神的旨意 將自己的國級拿受 即是說原來這些事發生 其實都是在神的手中 有些人就會說 神你為什麼要搞這樣的事 你不要搞 你不搞 我們就明安安 直到末日 耶穌就回來了 但是這些事沒有發生 基督徒一直到末日 都是依靠錢 依靠工作 依靠家庭 而不是依靠神 因為一路的時候 初期教會的人受迫伯 他們真的很依靠神 他們要秘密 在很多地方秘密去敬拜 但是當是穩定了 穩定的時候 我已經死了 所以在那時候 我們要祈禱神 你供應我食物和水 賜給我生命 其實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所以你可以跟神說 神我知道這一步是你走的 是你走的 那我怎麼做呢 你告訴我吧 拜託你告訴我 你有這個信心就已經可以了 即是說 我相信雖然世界這麼亂 但是你告訴我 總之我聽你的話就行了 所以這一句 十七章十七節 很容易記住 是不是 記不記得 十七十七 十七章十七節 就是神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將自己的國給那仇 即是告訴我們 其實這是整卷啟示錄 給我們其中很有信心的一節經文 就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所有末後的災難都在神的手中 將它國給那仇 直整到神的華刀應驗 即是這些一切都會應驗的 第十八節 你想看見的那女人就是 管轄地上縱黃的大乘 你可以一起讀 然後就到十八章一節 此後 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 被天使從天降下 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他大聲喊著說 巴比倫大乘 傾倒了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處 和各樣污蔽之靈的巢穴 並各樣污蔽可憎之雀了的巢穴 在十七章尾 就說到這個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縱黃的大乘 就是一個城管轄全世界 我看見另一位有大權力的天使在天降下 地就因他榮耀發光 這個情境到底是指 有何人見到那一陣 因為將來末日都是這樣 即將來末日都有一個天使在天上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三個天使宣告 一個天使就說 你要信耶穌 你要敬拜神 要遵從神 第二個天使就說 巴比倫要傾倒 第三個天使 這個是不是那個天使 第二個天使也說巴比倫傾倒 這個也是說巴比倫傾倒 第三個天使就說誰拜仇 受仇印記的人 他們也在火中永遠受刑罰 好了 這裡說到有一個天使很有能力 因為他的榮耀 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整個地 好像原子彈爆炸 核子彈爆炸 現在不是原子彈 核子彈爆炸 不過不是破壞性的 是忽然間 噗 哇 那些光 你有沒有看過原子彈爆炸的那些光 那些光 磨焗 然後發出的光 不過這個就不是毀滅性的 是忽然間 噗 這個天使一下來 周圍 周圍都是光 他的大聲喊就說 巴比倫大成傾倒了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主 和各樣污位之靈的巢穴 就是這個地方有很多邪靈 以及各樣污位可憎之雀鳥 應該都說到邪靈 所有這些污位的邪靈 就在這個城裡被發現 暫時在這個世界上 未曾有這個地方有這麼多邪靈 不過將來不知道怎樣 因為 其實現在的預言 不是全部應驗在一個地方 不過只是有些地方 應驗到其中一些的質素 第十八章三節 因為列國都被他邪淫大陸的酒 傾倒了 原文就是 所有國都喝了他邪淫大陸的酒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 地上的客商因他奢華太過 就發了財 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 我的文要從那城出來 免得與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災殃 這裏說到 原文就是 所有國都喝了他邪淫大陸的酒 就是這個國家 是令人離開神的 不敬拜神的 其實這個世界上 現在有些勢力 大家可以想一下 有政治的勢力 也有宗教的勢力 是攔阻人去敬拜真神的 這裏說到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們 令到他們有這個邪淫 不去敬拜真神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 即是他們都一起離開神 很多的領袖都離開神 地上的客商因他奢華太過 就發了財 這裏說出巴比倫的一個特徵 就是他有很多財富 後面我們還會看到 就是很多貿易 很多貿易 全世界的貿易 因為他奢華 就發了財 就是很多客商 很多商人 因為他的緣故而發財 我聽到有聲音說 我要從那城出來 免得與他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災殃 那是甚麼城呢 總之我們將來看到這個城 是掌管世界的 是叫人離開神的 即是跟那些君王一起離開神的 即是他們行邪淫 以及有邪靈 以及有很多非常強的貿易 即是說那裏有很多財富 不過神說你要出來 即是我們不要追求財富的地方 財富的地方 我不是一定說所有財富的地方會怎樣 是會這樣 不是所有財富的地方都是大巴比倫 但是這個大巴比倫是有不同的質素 我們待會會看完總括 但是這句話我要記實 我的文章 你們要從那城出來 免得與他一同有罪 一同有罪 不是只有受災 是有罪 為甚麼有罪呢 因為每個人都是追求錢財 其實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是追求錢財成功 特別的科技 甚麼都進步 甚麼都厲害 那些車是不用人開的 是有它的好處的 不過總之甚麼都要追求 超級 超級厲害的 超級大的享受 你家裏所有的器具 你可以在手機或者手上 可以控制它 甚至可能用你的意念 我要關掉電腦 我要開煮飯 可能你家裏都有機械人 和你做了很多的事 很多人來說真的很好 有一個工人 請了一個工人 買了機器就有一個工人 在你家裏 不用每個月給人工 只要給電就行了 很多人很羨慕 但是我們要知道 與他一同受罪 因為一同有罪 因為當人追求這些 不追求神的時候 就是有罪 他就會離開神了 第八節 所以在一天之內 他的災央要一起來到 就是死亡、悲哀、飢荒 他又要被火燒盡了 十一節 地上的客廂也都為他哀哭、悲哀、悲哀 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 一天之內 在一天之內 忽然間所有的災央來到 會忽然間死了 那些人都死了 全部都死了 一燒成 怎麼不死呢 其實聖經有說到 末後 全部的城都死了 但是這個城更加是燒的 很多城都死了 不過這個城是特別指明的懲罰 悲哀、飢荒 他又被火燒盡 飢荒也有些時候 那些人不是全部都死了 不過有些人沒有死 都沒有食物了 而地上的客廂也為他哀哀悲哀 也為他哀哀 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 因為以前有很多人買的 但現在也沒有人買了 好,第十八章十二節 就說一下他有什麼東西賣 下面有些圖 就有些顯示給大家看 這貨物 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囚子、珠紅色料 各樣香木、各樣橡牙的器皿 各樣極寶貴的木頭和銅鐵看白玉的器皿 並肉桂、豆扣、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細麵、墨子、牛、羊、車、馬和勞卜人口 好,這裏很多東西都可以買到的 不過有些比較特色的 下面我放了幾個圖 第十七節 一時之間,這摩大的父侯就歸於無有料 凡船主和坐船往各處去的 十八節 看見燒沙的煙就哭就說 有何成能比這大成呢? 二十節 天啊,眾聖徒、眾士徒、眾先知啊 你們都要因他歡喜 因為神已經在他身上,申了你們的冤 一時之間,這麽大的父侯就歸於無有了 這麽大的財富 船主坐船的都往各處去 他們看到船主燒他的煙 有哪個城能給這個城呢? 他的貿易能夠… 因為他已經說到是 不同的王、地上的君王和行人 地上的客廂 這個很重要,看前面十八章 第三節 是地上的客廂 即是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客廂 即是說他不只是跟一處做貿易 他是跟很多地方做貿易的 OK 有… 有… 有哪個城能夠給這個大城呢? 這麽大的城 有這麽多的貿易 全世界做貿易 這麽賺這麽多錢的 而且有這麽多人被他殺 眾聖徒、眾司徒、眾先知 你們都要因他歡喜 因為神已經在你身上 申了他們的冤 申了你們的冤 就是他們被迫伯被殺 而神申了冤 這麽是巴比倫 以前的巴比倫 巴比倫這個人畫 到底這個大巴比倫 巴比倫的位置就是在伊拉克 是伊拉克的 現在是不起眼的 那是否伊拉克呢? 我不知道 或者是都未定 不過也有可能是別的地方 肯定現在伊拉克就不是影響全世界了 第21節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 好象大磨石 鷹在海裡說 巴比倫大城 也必這樣猛力地被鷹下去 決不能再見了 23節 你的客箱原來是地上的尊貴人萬國 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 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 都在者成呂看見了 有位大力的天使舉起石頭 好象大磨石 丟在海裡 示範 這是一個 用一個行動來示範一件事 因為他不是把那個城丟進去 而是他用大磨石丟進去 他說大班比倫都是要這樣毀滅 一個demonstration 班比倫大城都會這樣猛力地被鷹下去 猛力 決不能再見了 你的客箱原來是地上的尊貴人 這裡說到他的客箱和地上不同的尊貴人 那些有錢的人 萬國也被他的邪術所迷惑 即是他的影響是全世界的 萬國 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被殺的人 血都在城裡看見了 即是這些基督徒 這麼多基督徒在那裡被殺 這裡是總括 總括 我們一起讀 大淫婦管轄多國殺基督徒邪靈貿易之城 第一 大巴比倫可憎之物的武 喝醉了先知聖徒和見證者的血 坐在七個山和十王的獸上面 坐在多民多人多國多方上面 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 鬼魔和邪靈的住處 與地上君王行淫 叫人離開神 極大的多元化的貿易 賺很多錢 基督徒要從那城出來 這要說到 第一 他是大巴比倫城 是可憎之物的武 全部都是神所憎恨的東西 他喝醉了先知聖徒 見證者的血 即是殺很多基督徒 迫白基督徒 坐在七個山和十王的獸上 即是他管轄很多地方 他亦在不同的人民上 即是不同的人民受到影響 亦是買他們的貨物受到影響 以及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 全世界的眾王 都是他那裡管轄中心 現在來說 我們很容易知道如何管轄 因為用電腦可以解決 以前很難管轄 一個城怎麼管轄全世界那麼遠 但現在用電腦全部可以控制 還有人面辨識 在哪個地方有人犯法 全部都看到了 然後就是鬼魔和邪靈的住處 會有很多邪靈的工作 和地上的君王行淫 叫人離開神 以及極大和多元化的貿易 有很多各樣的貿易 其中又說到人口 有些人說 什麼還有人口販賣的嗎 這個世界上是真的有的 尤其是什麼呢 販賣色奴 就是捉了一些女生 捉了她去賣去其他地方 有些人捉了她去嫁給別人 亦有其他各樣的 有些人捉了其他人去做奴隸 這個世界上現在正在進行的 不過通常這些都是秘密的 沒有公開的 但的確是正在發生的 然後第九就是基督徒要從那城出來 大家看到這個大巴比倫城的時候 我們就警覺了 不要追求世上的財富 因為世上的財富也會過去 而我們看到這個世界 現在是高度進入財富和享受 和控制的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真的很明顯是末後的日子 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時候 好像現在這麼多東西都出現了 秀印隨時可以出現 因為這些印記隨時有 控制人民的方法也隨時有 一些武器隨時都有 隨時一個國家可以控制全世界的國家 因為只要它成功地破壞了其他國家的軍事 很多人都會跟從接觸靈界的活動 很多地方都會迫迫基督徒 但這個當然還未到最後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但這個時候很接近 我希望大家在這個末後日子 經常想著我如何為耶穌作建成 讓神使用 神祝福 暫落得穩 因為聖經說的是神叫這件事發生的 為了叫基督徒 這句是我自己的解釋 聖經沒有說 這些災難是為了叫基督徒為有依靠神 這是我的解釋 我覺得原因 因為很多人一看到災難 基督徒沒有理由要面對災難 基督徒會消失 全都沒有被提 但聖經很清楚說到 不是被提 不是消失了 即是我們需要預備好 有些人只是獨善其身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家裡擺好很多東西 真的有人聽話 家裡擺好很多東西 不過我問你 你能買到幾個月的水 你家裡可以擺多少個月的水 如果你擺一兩個月的水 你家裡會倒閉的 如果你裝這麼多水 你家裡的重量是可以倒閉的 那你是不是裝好水就搞定呢 其實你有水有食物 有沒有電呢 你沒有電都是不行的 所以其實是沒有一樣的方法 可以擔保我們免除災難 但當你依靠神的時候 你經歷更大的神職歧視 更大的神的同在 神的喜樂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很感謝主 因為有人要求查啟示錄 其實我這次查啟示錄 比上一次又明白很多東西 就是留心看那些字眼 以前我也看過那些 看白玉那些 我也看過過的 但是呢 我看過很多次 啟示錄也看過很多次 看完沒有留意到內容 而且現在的那些世事的應驗 讓我們看到 真是有這種世界性的貿易 是正在發生的 那些控制性也正在發生的 即是說 我們真是基督徒要站立得穩 站穩 我們基督徒 我們不可以改變世界 我們只能夠拯救人 我們不是去做政治的行動 我們只是為他們討告 帶領他們說耶穌 因為跟政治去撼 只是帶來破壞 是令到自己更加失望 但是當我們只說 我們愛他們 關心他們 為他們討告 全陽福音去拯救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神給我託父 就是要興起更多服侍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成為這樣的人 不只是說 我要獨善其身 我就能夠搞定 有些人說 我最好就快點離世 有癌症 不需要面對大災難 那我就搞定 但這只是自己搞定 反而我們自己 即是給神使用 我們末後的日子 那時的日子 比現在更加榮耀 你可以想像嗎 在這麼困難的時候 但是有些人說 這級數我不行 我又情緒化 又煩惱 又不開心 沒有人際關係 我甚麼都沒有 我怎樣去做你的事 我們人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你說 每天親印神 依靠神 神就喜悅 神是一件很特別的 神的要求很高 不過當你向著方向走一小步 神就歡喜 一杯涼水給小子 神就歡喜 這就是神的特色 祂的要求很高 我們沒有人達到 神的完美要求 不過總之你向著方向走 神就會稱讚你 神就會賞賜你 所以你就活得開心 我今天有依靠著耶穌 耶穌就歡喜了 我今天有遵從祂 我榮耀祂 我告訴人耶穌多好 神就歡喜了 這時候我就有力了 但是如果你說 這麼高去不了 我永遠都會失望 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我們的生命是很榮耀的 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大家想不想 大家想不想進入大災難 你怎麼搞錯 為什麼想進入大災難 因為大災難是我們生命中極大提升的時候 但我還沒聽過人這樣說 通常都是說快點被提 快點被提 快點離開 而沒有想到大災難是一個特別的 是一個邪同正的對抗的時候 而這個對抗的時候 是需要什麼呢 更多的基督徒站得穩 需要興起更多的基督徒 就不只是那些基督徒全部都消失了 而是我們如何在這麽大的災難的時候 能夠被迫白的時候 仍然依然作見證 這就是神想我們做的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一起起來 親愛天父多謝你 因為你愛我們 你關心我們 神你是德性的 地上所有發生的事 都在你的手中 是神你掌權 是神你作主的 神你是有能力 有恩典 有慈愛 你永遠與我們同在 你體重我們每一個人 求主幫助我們 不用怕 我們不需要懼怕 因為當我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活著的不再是我們自己 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的時候 我們生命就封城 我們就活出神的喜樂平安 就有能力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放下我們對世事的擔心 對人的擔心 對金錢的擔心 對工作的擔心 幫助我們 當我們信靠你 親近你的時候 你一定會祝福我們的生命 你一定會供應我們的 求主私恩多謝天父 我愛你 對採訪你 我愛你 成功 讓你作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